白灵 你来一下 我今天叫邵飞回家 她怎么还不来啊 她今天回来过 我把她给骂跑了 为什么 今天又在家里头 翻户口本来着 让嫂子给撞上了 俩人呛呛起来了 她翻户口本干吗呀 说不知道吗 我问她了 她还不说 那嫂子就急了 就说她 说得她还顶嘴 那你说我不骂她呀 她 那嫂子更年期 你也跟着更年期啊 嫂子那嘴个机关枪似的 谁受得了 你还跟着添乱 她说得了 少飞现在绝不会做那些 突击摸狗的事 我相信我闺女 我也想相信她 可是我怎么问她都不说 我是害怕啊 怕什么 有什么怕的 我告诉你 现在圆圆嫁了 我就从少飞这么一个闺女了 我不许别人欺负她 有什么态度 老ин 她是说话 我等你了 我要再问她 要不要回答她 我好不容易 不管她 我好想当她 我好想她 好想她 我好想她 我明天就要回刘慧屯了 走这么着急 从回来妈妈一直嚷嚷着要回去 而且她觉得自己待在这儿 也给我们大家添麻烦 她妈平时特别节省 知道自己住的这宾馆 一个晚上要花费掉几百块钱 心疼得不得了 非得要说明天回去 我一想说回去就回吧 那我这次就跟他们一块回去了 你真就愿意这么跟着去留合团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你这一走可不比像学校 平时周末回家这么方便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上了 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能理解 我跟你的身世不一样 我是出生在那儿 我的妈妈 我的亲生母亲 也是被葬在那儿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去 那才是我应该要走的路 你想清楚了就行 小飞啊 临走之前 有个事我觉着特别不踏实 你是不是想问我户口本的事 我就知道他们都不相信我 我就算什么都没做 就拿一户口本 他们也觉得我要把这家给卖了似的 小飞 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拿这个户口本 到底要干吗 你总得给家里人一个解释吧 我如果说我拿这户口本 是为家里头做好事 你相信吗 行了 你这表情 不相信我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你 我是觉得这事没有必要去隐瞒大家呀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是为了做一件好事 我觉得你跟妈妈说或者跟爸爸说 大家都会理解你 一定会把这个户口本给你 你干吗非得要自己去拿呢 换句话说过来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觉得你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呀 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这道理跟我没关系 奶奶当时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话也不能说 就看着你在眼前翻来翻去的 婶婶进来正好打个正招 那患者是我我也不相信呀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连你都不相信我 这家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不管我做什么 你们都觉得我不是偷就是强 少飞 我明天就要回刘河屯了 我可能这一走 很久不会再回来了 我是你的姐姐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实话 你拿户口本 究竟要干吗 我现在不想说这件事 你回去转告家里头 让他们把户口本藏好了 放到银行保险柜里 别用钥匙锁 用指纹锁 这样我怎么偷 怎么骗 怎么抢都拿不着 这样可以了 满意了 还有 把家里头五块钱以上的 都藏好了 千万别让我看见 不用找了 小伙子 画个车 你帮我给你救 来 算了 来 老闹 谢谢二闹人 谢谢 帮我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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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妈让你来的 能让爸进去说话吗 爸 您喝水 孩子 搬回家住去 住哪儿啊 搁奶奶那边吃一铺 你看你这儿 卫生间都没有 有 何用的 厨房也没有 我不开火 不开火 这有一顿没一顿的怎么吃啊 有个出租车服务站 有时候在那儿吃 有时候忙 就买点烧饼油条带路上吃 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您今天来有事吗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想让你搬回家住去 跟奶奶寄一屋 搭个床 是不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 你这孩子话说的 你觉得你妈会跟我说什么 是不是又说我偷户口馆了 没说这些 我也不知道这事 家里头人都防着我 跟防贼似的 我拿什么他们都说偷 大妈骂我 我妈还打我 您倒好 还让我回去住 您就不怕引狼入室 但是 像他们说的 法人之心不可无呀 别说这些话了 赶紧把这房退了 不适合你 我一会儿回去 就给您把床置上 您接着就搬回去 以后交班的时候 车交给别人 不交班 车可以停在江门港 这是家里的钥匙 给你 如果现在不想回也没关系 什么时候想回了 就回去 您相信我呀 那当然 不相信你 我给您要吃干什么 您真的还相信我 你这孩子 那我就再说一遍 爸相信你 那你来住去 爸给你做好吃的 还有 像你这年龄 也该谈恋爱 爸会的张罗子 给你找个对象 好 爸 起慢点 爸 你 你 你 在哪里 你 在哪里 你 有什么事 你 你 你 爸 爸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别叫我爸 你爸刚走 你不是叫他爸了吗 没有 爸 你个撒谎 坐下 我听得极能清楚楚 你叫他爸爸 我是谁 我是你什么人 爸 我真没有 叛徒 你就是个叛徒 你忘了你的使命了 咱俩当初怎么说的 你到他那儿是干什么去了 我让你认爸爸去了吗 爸 其实石得宝这人 没有这么坏 闭嘴 闭嘴 他没这么坏 我坏是吧 我问你 我坏 我帮你 一把尸一把尿的 我帮你拉扯他 你现在跑到他那儿去叫爸爸 叫的那个亲呐 石得宝是个什么东西 你妈妈 抛弃我 抛弃你 我妈她没有抛弃我 没抛弃你 她跟你说什么了我问你 我妈都告诉我了 我一岁的时候是你把我的骨灰魂拿给了她 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我这个人 放屁 她这么跟你说的 那 你是信我 还是信她 她们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现在狗屁不是在你心里头啊 爸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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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都没有 石得宝 她有老婆有家 那 那是我老婆 我现在就生了你了 你也叫她爸爸 我晓得 你回来吧 哥女 跟爸爸一块住 爸爸喝酒 你给爸爸炸了花生米去 回来 爸爸就生你了 爸爸就生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伙 你们发情绝对标准汉奸 这什么叫汉奸啊 那时候我还婴儿肥呢 对对对 还真是 那时候你比现在胖 差不多吧 先坐下 待会儿再看 一会儿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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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都没照片 坐坐坐 太好了这个 是不是好久没见着了 你先回来吧 从哪儿呢 看见这个了 看见这个了没有 这待会儿再给大家揭晓 好 孙米 周健康 伍国庆子没来 对啊 伍国庆子没来啊 是不是又放胆鸽子了 不不不 不能 这次肯定会来 前些天给我打电话说了 说这次一定到 而且还好像给我们都带了礼物 我估计是不是航班晚点了 人家小子又在装呢 帮理他 说咱的 好 对对 咱们开始啊 什么呀 那个这次呢 举办这个知情摄影展 是二胡筹办的 对对对 行行行 那那哪儿呢 行行行行行 刚才大家也做了贡献了 你看 每个人都把自己 知情时代的照片拿出来了 说实话 百分之八十我没见过 那可可可 那眼睛 那眼睛 红眼睛一张 铁姑娘的造型 我就没见过 不是不是不是 那时候还胖呢你看 那时候好看 鱼哥二肥子 真好看 下面呢还想给大家 带来一个惊喜 要不等等五国庆来的再说 你这急死了 真是 瞎卖关了赶紧 我先喝点水 急着了 懒驴上磨 说吧 你要不说你就看照片去了 好 知道我走街串巷遇见谁了吗 谁啊 我告诉你 把你们关在屋子里想半个月 你们都绝对猜不出来是谁 都可能 请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你笑什么 你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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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主 慢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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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认识吗 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 我们几个人下乡之前 在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摄影师就是林师傅 是是是 灵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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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师傅灵师傅 灵师傅 是是是 石头 你可真有本事 你怎么把林师傅找到的 是啊 这都多少年了 这得由林师傅告诉你 那天我在胡同里留玩 听说来了一个修家具的 我呢 家里有一个东西啊 不好使了 我就把石头宝回家 对对 他修家具 我跟他俩有缘的 聊得很投缘 聊着聊着呢 我就把我这个珍藏的相册 给他拿出来 是 他翻着翻着 一眼就看见那张照片了 你还藏着我们的照片呢 谢谢 谢谢 是 是是 他就说 这不是照着我们吗 我一看 嘿 缘分哪 是是是是 真是缘分哪 缘分 缘分 好了 现在隆重进行下一个议程 请林师傅为我们这知青摄影展 揭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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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 好 好 兄弟 好 好 好 兄弟 好 好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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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兄弟 对对对 你看看那脖子 请坐 李如 来 来 坐 来 李如 坐 坐 谢谢 谢谢 坐坐坐 这张照片啊 我特别喜欢 所以呢 珍藏在那个我的相册里 那天啊 德宝来找我 说要办一个知情摄影展晚 我说行啊 好事啊 干脆 我就给他放大了一张 来了 谢谢 谢谢 刘叔 来来来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容易 吃了不少的苦 受了不少的罪 如今呢 还在北京城里奋斗呢 不容易 不容易 刘叔 我不是啦 我在广东发展啦 好事啊 好事啊 对对对 我在广东发展 说人话能远行啊 干明儿啊 等你们人齐了 我再给你们拍一张 对对对对 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你再拍一张 好了 国金一来就拍 是是 好 现在正式的议程结束了 大家可以随意参观 对对对 我去看张照片 对对对 我去看张照片 好了好了 你还记得吗 你那扛麻袋这个 是什么时候照片 好 我去看张照片 没有 我去看张照片 我去看张照片 我给刘河腾老乡呢 弄了几台DVD 还有一些铁片 带回去啊 也算是我们几个 给老乡的一些礼物 他有钱 是 我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就亲手制了一些围巾 刘河腾那地方冬天冷 你看哪个老乡需要 你就送给他 东西在你爸那儿 早的时候去找他要 谢谢 我替刘河腾的老乡们 都谢谢你们 那天你们在二福饭店的谈话 我都听见了 你们说 如果我来找你们认父母 你们都会认我 孩子 我们大家 都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 是是是 你是我们知青的孩子 是 我们就把你当亲生的一样 其实 亲生父亲是谁 现在对于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这第八个童像 都是我的亲爹亲妈 你看这孩子 这识得饱叫的吧 这小嘴甜的 这太会说话了这孩子 好孩子好孩子 我喜欢 好孩子 你到我们下午巷的地方 去当医生 这真是原了我们一个 没有做完的梦啊 孩子 没别的说的 到那儿有任何困难 给我们打电话 第一时间 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准到 我这儿打个电话啊 真好 真好啊 好啊 你你你慢慢看 你看看我们当年那傻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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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是前海红的女儿 前海红 嗯 我有一个请求 您照的那个知青的合影 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啊 就凭你是前海红的女儿 那肯定行啊 说要大的要小的 大的 没问题 你们知青的孩子啊 也是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啊 谢谢爷爷 别客气 别客气 好 吴叔叔 你是 你是圆圆吧 对 你爸爸给我发过你的照片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还和照片上一样 还是那么年轻 老了 现在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了 我听说你在刘河屯当医生呢 对 我男朋友在那边教书 我就留在那儿给乡亲们看病 太好了 真佩服你啊 毕竟我们是从刘河屯走出来的 那儿的情况我们都了解 你能在那儿炸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您才是不容易呢 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 刘河屯孩子们用的教室 医务室的医疗器械 还有村口的公务 都是由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所捐助的 为了这事我还特意去查了 我才知道这些钱都是您捐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至少我觉得您很伟大 伟大谈不上 算是 算是对刘河屯的一点风险吧 毕竟在刘河屯待了那么多年 对那儿还是很有感情的 你的事你爸和二胡他们都跟我说了 我虽然在美国 但是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帮忙的 我是国 acontec吗 国敬你回来了 你过来 千五万物啊 你我这人认识口 你都吃到真棒了 我咱们可能瞅时你带礼物了 我给我差点礼物 我跟你说 前几年去二十八尼亚谈生意的时候 在地堂上淘的 原版的黑白的 第八个是铜匠的拷贝 原版的 对 真贵 对对对 来来来 我们的床带就能放啊 这不是对吗 你有机器吗怎么 这机器包在我这 顺便你管 我来放 我来放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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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 屋里走 你不就走了 是啊 反正常来一常往 对 你走 我把你走 想回来 小姑娘的又来 好 这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呀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来 小姑娘 这是孙明送的 有两台DVD 有些蝶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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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没错 这是赵红艳送的 里面全是美金 这是二胡送的 收拾了 回去 慢慢 好好好 好了 挺多的东西 轻点啊 你看这叫你费心的 把这个带到身边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你爸爸亲手画的 桂花妈妈的那张画像 我想了想 还是你们带在身边 你桂花妈妈带过你 又救过丛辉 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媛媛啊 这嫁了人 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遇到事呢 多请教你婆婆 平常过日子 跟丛辉商量着 要是实在遇上什么难事 过不去的 别着急 给我打个电话 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的 可不能任性 还有 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把身体养好了 阿姨 等 好了好了 都是大姑娘了 准备走了 妈妈 谢谢你 谢谢你 妈妈 爱 爱 丹剑 亲家 丹剑 你交给我放心啊 刘和屯剑 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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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女儿吗 阳剑 你听见了没有 你刚才听见了没有 听见什么呀 晓晓叫我妈妈了 她叫我妈妈了 刘河特一趟 元元懂事 元元 大妈 你为什么别下去啊 姐 我没来得及下吃 快快快 让火车停了 让你大妈下去 没事 没事 这不行啊 没事 没事 这不行 妈 这真是 妈 停不了啊这车 没事 没事 我下一站再下 这不正好 咱可以聊聊天 那也行 你们还没吃饭吗 没呢 要我吃旁边就行了 我差点忘了 宝贝 这个给你 有有这些 是我做掌席的 这个不信心 一定拿着 这不让你让我给你吧 你可以啊 这不让你让我给你吧 元可以的 你应该 怎么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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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吧 拿着吧 娘 不能要 没事 没事 您太客气了 这 谢谢 谢谢大妈 不客气 包裤啊 您可得对我元元好啊 她可是我从小看大的 虽然她调皮吧 可就是亲 没办法 我这疼还来不及呢 你说这一晃就长大了 这刚长大吧 就被你们从会给领跑了 不会 您可对 队员也好啊 您要是不对她好 您别怪我去闹那个牛河腿 妈 我今天向您保证 元元 我一定对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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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大妈这个恶心 跟我绝对有一拼 亏了你们吃百灵 那是 光顾 不过你放心啊 我们十家人都厚道了 这门钦石啊 还算是划好元元 知道 知道 元元 您来一下 快去 您坐会儿啊 哎哎哎哎 哎呀大妈真是 我头回见着 送人家去火车站 竟然把自己送到车上来了 你可不知道 你大妈小的时候 我们家就住在那个 小火车旁边 我竟然跟那小伙伴们 坐火车玩了 我去哪 说真的 挺舍不得你的 我会经常回到家里面 去看你们的啊 哎呀 而且家里面还有 白灵妈妈 还有寿飞妹妹 陪着你们呢 怎么说呢 你两岁就来这个家 就是我带的 你说这么多年 你也没少给我惹麻烦 你说你皮的 比男孩子还皮 可是 感情这东西真的很奇怪 越闹吧 还越亲 就是那天 包姑跟从辉来咱们家 我真像嫁自己闺女似 这心里头啊 别提多难受了 所以啊 我总躲着人家 省把人看出来 忍得不高兴 是啊 爸 这么多年我真的是 没少给家里面的人添麻烦 虽然说 爸爸妈妈跟我是最亲的 但是我知道 其实最苦的人是你 还有小的时候的一些事 我现在也给你道歉 哪有大人跟孩子 我气呢 你说 过去就都过去了啊 你看 您现在有了从辉 大妈这心里头啊 就踏实了 放心吧 我这么一走 收费也不经常回家 犬子也不在家 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 知道吗 别没事老生气 千万别跟人家去呕气 好好好 我呀 还等着犬子回来 成家 我给他保孩子呢 不是 犬子肯定会有出息的 真的 我相信 到时候你就等着 够好日子吧 好了 我也该走了 媛媛 你长大了 该过自己的日子了 可是甭管到哪儿 你都要记得你爸妈的好啊 他们可是天下最好的人 好吧 自己保重啊 能成为世家的人 真的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 叔 行了 张姐 真没想到你能打上我的车 去哪儿呀 我去百胜 行 少飞 没想到啊 现在开上出租车了 我挺喜欢这工作的 也是二胡叔帮忙 你现在啊 我看你也越来越漂亮了 怎么样 找男朋友没有 姐给你介绍一个 还没找呢 我介绍的可不要啊 怎么 嫌我眼光不好啊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了啊 我还小 着急 对了 你爸怎么样了 我都好久没见他了 他挺好的 他现在每天扛着个工具箱 在胡同里走街串巷的 没有领导管着 也自由 你别看啊 我跟我爸不是亲生的 我这方面跟我爸是真相 你看这开出租 别人觉得一女孩 风吹雨打挺累的 但是我觉得 时间自由 干得开心 挺好 挺好 人得往前走嘛 得进步嘛 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 就是现在啊 比过去好 那今年呢 就比去年好 挺好 你现在开上出租车了 也踏踏实实工作了 我也挺为师师傅高兴的 你说说 你现在那个 有嘴滑舌的人呢 多了去了 你说遇上一个 特别踏实的吧 就老老实实地做事 老老实实地做人 那真是不容易 我要是也会找对象 我也找一个老实人 靠谱 你说对吧 对 对了 那个前面就快到了 你就在前面停一下吧 好好好 来来来 张姐这边 别别别 下次下次 你收一下子 您的还到家来吃饭 好 行行行 那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行 好 下次我们打电话 好 路上小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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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到家吃饭了 好 拜拜 拜拜 是吧 贴得挺溜啊 还行吧 贴咯 谁让你贴挡呢 你管着吗 站住 站住 好 从哪儿去啊 你管着吗 我告诉你 今天非得把你送派出口 我还告诉你 我干这儿了小半年了 到目前还没有追得上我 你就追吧 你来 好 你 哈哈 哎呦 吴继可乐 来 师父 特别着急 我 我兄弟病了 在医院呢 能送我一趟吗 您去哪儿 我去记者谈医院 行吧 好 走吧 好 谢谢 谢谢 走啊 你可以直接成是牛皮犬 干什么不好啊 不要干事 怎么不跑了 一两点 别跑了 你说你合适吗 你让我一老头陪你跑那么长时间 像话吗 送你了 爷爷 你是我亲爷 孙子 那骂人哪 你叫我爷爷 我就不能叫你孙子了 老头 是贴小果告得多了 你干嘛就跟我过去啊 这儿碰上我了 都得管 没错 还没错 那些事情 不知道